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在历史上白左特别招人恨 白左这一词来自于中国大陆 最早中国国内的网红或者是粉红 另一种名称也叫网络评论员 他们用白左这一词 因此白左是一个网络用语 是一个贬义词 主要是用来讥讽那些西方的左派 也就是所谓的美国的进步派 他们呢时常制造事端 尤其是干涉中国的内政 干涉中国的民主进程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中国的全过程民主 这些白左这些白左呀时常制造事端 因此啊 很讨厌 很招人烦 接下来呢 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什么是白左 在美国政坛 也可以包括整个西方的政坛 一般的按照政治理念 分为左中右三派 进步民主派 就是左派 温和派就是所谓的中间派 保守派呢 就是右派 在中国的网红粉红 还有网络评论员 用白左这一词来描述 或者是讽刺西方国家的进步自由派 也就是左派 当然了 根据肤色不同 还有黑左 还有黄左这一词 那么右派 保守派是什么颜色呢 一般来说呢 用红右来形容 这是因为在西方国家 包括美国 保守派右派都喜欢红色 这一点呢 和共产党国家基本一致 都是喜欢红色 因此啊 很多人用红色右派 红右来描述 保守派右派 白左这一称为啊 原本只在中国网红 或者是中国网络评论员粉红中使用 到了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呢 在美国的华人 或者是在西方国家的华人 包括华人精英 尤其是华人精英 还有在台湾 香港的这个精英 也都用白左这一词 有一个现象啊 很有趣就是 在西方国家 美国的华人精英 包括华人中的民主精英 民主斗士 也还有香港台湾的民主斗士 他们时常用白左这一词 来讽刺或批评 西方的民主进步派 也就是西方的左败 把民主国家搞得 把西方国家的搞得太民主 太自由 和华人民主斗士所追求的 古典的自由 古典的民主 那种美丽已经不一样了 那么什么是古典的自由美 古典的民主 谁也说不清楚 白左这一词呢 现在呢 也传入了英文圈 尤其是在美国的右派电台 红色右派电台 福克斯电台 也时常使用白左这一词 来讽刺批评 美国的民主自由派左派 不但白左这一词 传入了英文圈 也传入了俄国 俄国总统普京 或者是俄国总统普丁 也时常批评白左 认为白左西方的民主自由派 白左呢 时常干涉俄国内政 干涉俄国 也就是干涉俄罗斯的全过程民主 当然了 普京在俄国搞的不单是全过程民主 普京要搞的是全球民主 普京公开说 他要搞全球民主 那么批评白左呢 干涉他 所以啊 可以说白左这一词呢 竟然把中国大陆的网红网络评论员 中国大陆的粉红 还有呢 在海外 在美国 在西方的华人政治精英 还有独裁者普京 俄罗斯的独裁者普京 普丁 把这些的统统的联合在一起 他们有一个共性 就是痛恨白左 也就是痛恨美国西方的民主自由派 左派 白左 为什么那么多人 这么多人痛恨白左 的确啊 在历史上 追求民主自由的左派 也就是白左 往往遭人恨 特别遭人恨 这些白左呀 是胃口非常大 你给了他一点民主 他就追求更多的民主 你给他一点点自由 他就要追求更多的自由 因此呢 在美国的历史上 用美国为例子 在美国的历史上 在任何一个时间段 都会有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人 常年痛恨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百分之三十四十的美国人 这是很多呀 是常年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都痛恨白左 如果呢 要是站在白左的角度上 看问题呢 白左也是很受委屈 招人恨 也很受委屈 这是因为呀 这个白左的理想理念呢 就是追求民主和自由 所以呢 白左呢 也就是民主自由派 左派 要一直向强权 做斗争 要追求民主和自由 同时呢 要保护弱势群体 争取更多的权力 所以在这个斗争的过程中 像强权斗争的过程中呢 白左就会树敌太多 在这个视频中呢 我们列出几项 那就是在美国 以美国为例 以美国为例子 这就为什么白左 白人左派 追求自由的左派 白左 做的那些 招人恨的几件大事 你要问美国人 为什么历史上 特别恨白左 首先呢 就是在美国 白左呀 为了追求民主自由 打了两场血腥的战争 在美国 白左发起的第一次血腥战争 就是200多年前的 美国独立战争 在200多年前呢 当时美国仍然是 英帝国的殖民地 在那个时候 美国白人呢 是弱者 英国白人 还有美国的保守派 也就是右派是强者 因为他们支持英国皇室 而在当时的 美国的精英们 那些支持民主自由的精英 也就是所谓的白左 他们要民主 要自由 所以呢 他们就被英国白人 还有美国的保守派 所痛恨和镇压 美国巴斯顿茶叶事件之后 美国老百姓啊 开始大范围的抗议 英国殖民者 对美国的殖民统治 美国的白左呀 觉得时机到了 他们挺可恨的 他们就利用了美国民众 对英帝国殖民者的痛恨 他们号召老百姓 对英帝国开战 同时呢 他们还宣布美国独立 这在当时啊 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 因为呀 这些追踪 民主自由的白左们 他们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 那就是民主自由的美国 一个民主自由的社会 这在当时啊 是第一个了不得的大事件 可以想象 在当时白左那些追求 民主自由的白左 被英帝国 而且呢 还被美国国内的保皇派 痛恨的不得了 美国白左搞的第二次血腥战争 就是著名的南北战争 也叫做解放奴隶战争 这是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为解放黑人奴隶而战斗 在当时啊 白左不单被保守派 也就是右派称为左派 而保守派称白左为极端白左 在当时可以想象 白左或者是追求民主自由的左派 被奴隶主和保守派 所痛恨的不得了 简单的说 美国的白左 为什么在历史上特别招人的恨 那就是自从美国建国以来呢 白左也就是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左派 一直为平民百姓 为黑人 为妇女 也为移民 争取平等权利 有人说呀 美国宪法保障人人平等 因此不需要白左 去搞那些无所谓的追求民主平等自由 真实的情况下呢 最早宪法所说的人 是指的是富裕的白人 不单是黑人在宪法的眼中 不单是黑人 普通的白人在宪法的眼中啊 都没有投票和管理国家的权利 这也就是白左 为什么特别招人恨 在1850年代左右 也就是美国独立之后 从英帝国独立之后 七十多年 白左为普通的白人 争取到了投票的权利 到了1860年代或七十年代 白左呢 又为黑人争取到了投票的权利 在当时啊 在那个时候 妇女呢 还不是宪法中定义中的人 妇女还不是宪法眼中的人 妇女不能投票 更不能参与管理国家 这也是为什么白左是招人恨啊 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就不断的抗争 终于在1920年 白左呢 为妇女争取到了投票的权利 这个呢 大概都是美国建国后 140年 150年了 所以在当时啊 大概有50%有一半的美国白人男子 恨死白左了 恨死了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美国白人女性到1920年才有投票的权利 那么亚裔 尤其是华裔 那么要等到1943年 才能得到投票的权利 因为啊 白左终于说服了保皇派 给了华人公民权利 得到了投票的权利 所以华人要说 谢谢白左 为此呢 在美国的极右的保守派 恨死白左了 当然啊 在美国的华人 他们的社会地位的根本改变 要归于呢 1965年的 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搞得了一个民权法案 或者是移民法 民权法案 从此呢 华人在美国的地位 有了根本的改变和保障 为什么在美国的华人的地位 要等到1965年的民权法案之后 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呢 这是因为美国极右的保守派 搞了一个排华的法案 也就是在1943年以前 华人呢 是不能成为美国公民的 那么到了1943年 把这个排华法案给取消了 华人呢 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但每年的配额不到200人 直到1965年 彻底取消了 专门对华人的配合 配额 也就是专门对华人的 华人的这种歧视性的配额 所以华人呢 到美国的移民 成为美国的公民的人数 才不受限制 可以说 没有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和他们搞的移民民权法案 现在我们在美国生活的 大部分的华裔 今天都不可能在美国学习 工作 生活 所以啊 华裔 无论你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都要说一声 谢谢白左 应当指出啊 白左搞的这些 招人恨的法案 都是在白左控制议会 在美国议会占多数的时候 才通过的法案 现在啊 再进一步说一下 在美国历史上 为什么白左特别特别的招人恨 美国呀 和其他国家一样 原本呢 都没有社会的福利保障 这样呢 一直到这样呢 就来到了 1920年左右的经济大萧条 为了避免经济大萧条在发生 白左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左派 在1935年就推动了社会保障法 也就是保护病老禅 这么一个社会的保障法 这样呢 就避免了路有动死骨 这个现象呢 在美国再重复发生 就避免这个现象 让这个现象不再发生了 美国右派啊 也就是红色右派 时常批评 美国的白左 蓝 的确 白左确实蓝 这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他们不但通过了社会保障法案 给普通老百姓以社会福利 他们还要有八小时工作制 的确 白左呀 自从美国建国一开始 就要求减少工作时间 的确是蓝 这些白左呢 还鼓励工人抗议 罢工 争取自己的权利 改善保障工作条件 直到1934年 美国经历了经济大萧条之后呢 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才说服了保守派 右派 说服他们来改善工作条件 通过了法案 八小时工作制 超过时间 超过八小时 还要付给1.5倍的工资 也就是如果工人工作超过八小时 要付一倍半的工资 可以想象 在当时极右保守派 也就是极右保守的红色右派 恨死白左了 在当时 也就是八小时工作制 刚刚在美国成为法制的时候 最常用的 最常见的诅咒 就是说 美国完了 工人多不干活了 结果从1934年到现在 美国确确实实是 实实在在的世界超级大国 即便是到现在 极右保守的右派 仍然在用八小时工作制 来诅咒西方和美国 这个呢 是板报 他说的是双修和八小时工作制 是帝国主义来解字 中国经济发展的家属 美国还有西方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 也就是社会的工作保障 社会福利制度 不是自然而然来的 是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左派 所谓的白左 他们坚持不懈争取的结果 直到现在 那些右派 也就是那些极右保守的红色右派 他们也是坚持不懈的 要取消这些社会福利和社会工作保障制度 以利于他们最大程度的压榨和剥削普通百姓 白左特别招人恨 就是因为他们搞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 还有工作保障 还搞人权 这些都招人恨 那么更招人恨的呢 就是白左呀 也就是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左派 他们搞经济也是棒棒的 这很招人恨 可以说呀 美国的每一次经济萧条之后呢 都是那些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把美国社会带出经济危机 没有例外 白左搞经济啊 从他们处理经济危机就能看得非常好 1929年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大萧条 在此之后呢 白左全面掌权 白左一方面推动经济彻底改革 他们给资本家和企业贷款 大量贷款融资 以避免了企业垮台破产 另一方面呢 推动了社会公益保证也给老百姓资金 让经济良性的发展 十年之后 美国经济也就是经济大萧条 十年之后 19三几年 美国经济走出低谷 第一次成为世界霸主 美国白左招人恨啊 因为他们经济搞得棒棒的 还总能够把美国从经济危机中 带出来 解救出来 这另一个例子呢 就是2008年 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这一次呢 美国人又把权力给了白左 让白左呢 也就是推行民主自由的白左全面掌权 有了以往的经济 这一次呢 美国没有出现大萧条时期的大失业 在白左的治理管理下 美国经济很快从最严重的金融危机 走了出来 你说这白左招人恨不 一下子就把经济危机给搞为了 美国白左搞经济棒棒的 在打仗战争中也是棒棒的 举个例子吧 就是二战 德国纳粹占领欧洲 日本呢占领了中国 正是美国的白左 推行民主自由的左派 白左说服了反战派 说服美国的反战派 带领美国 美国白左带领美国 与纳粹和日本同时开战 在当时啊 世界上的独裁者都恨死了美国 那些推行民主自由的白左 其实啊 即便是现在那些独裁者 想成为独裁者的人都恨死了美国白左 可以说美国进步是因为白左呢 在领导如果美国在退步呢 那就是白左一定在为他们争取权力 争取权益在斗争 要想知道白左为什么招人恨 那么呢最典型的例子呢 就是现代的白左的典范 美国议员佩洛西女士 这个佩洛西啊 她不单是被美国的右派痛恨 那么在俄罗斯普丁普京更是恨死她了 中国的网红 粉红 红粉 那恨佩洛西女士 那更是恨得不得了 这个图呢 是1989年 她去了天安门广场 展示 展示了她支持学生运动的条幅 同时呢还与警察争辩声援学生 你说这招人恨不 在中国的天安门广场事件 也就是著名的六四事件发生之后 佩洛西女士与布什 在当时的布什总统一同 要求保护当时正在美国的留学生 也就是让他们有避难 也就是著名的六四绿卡 避免这些留学生啊 因为在美国抗议中国政府 回国后呢 受到中国政府的迫害 在当时啊 佩洛西女士还有布什总统 给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 做了一件好事 很可惜啊 现在的很多六四精英 那些拿了六四绿卡的精英 他们恨死恨死 佩洛西女士还有布什一家了 这就是传说中典型的费力不讨好 还招人痛恨 何苦呢 这些白左啊 虽然呢 那么多人痛恨白左 痛恨佩洛西女士 这个佩洛西女士啊 每年还要纪念六四 还要给六四呢 建纪念碑 你说这招人恨不 中国的网红 粉红 红粉的网络评论员 还有美国的极右派 还有那些华人的精英 还有当然了 包括俄国的普京 普丁恨死佩洛西了 他们有个共同的敌人 那就是白左 佩洛西女士 事情啊 还没完 2020年 这个佩洛西女士啊 还领导了议会 她当时是议会的议长 通过了一个法案 要保护香港 你说说 何必呢 香港的政治精英 香港的民主政治精英 也都开始痛恨佩洛西 痛恨美国白左了 可以说呀 白左很累 很辛苦 竟做那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还招人恨 他们做的事情呢 帮助了所有人 不单是左派 也还包括右派 但是招人恨 竟做一些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也许啊 这就是白左追求的 也就是那些 追求民主自由的白左 他们追求的所谓的普世价值 他们追求的民主自由 平等的信仰吧 没办法 招人恨 随他们去吧 正是因为白左 追求普世价值 民主自由 平等的信仰 所以呢 这白左总干一些 这个没有普的事 你看看这几天 白左呢 又在担心 朝鲜人呢 冬天会挨饿 这朝鲜呢 北朝鲜 时常的闹饥荒 但你看看 人家金正恩都不急 自己啊 金正恩吃的胖胖了 还特别痛恨白左 你白左急什么 谢谢观看收听 如有问题 欢迎在留言区 留言讨论 如喜欢视频 请点击右下角的订阅 以使我们能够继续制作相关题目的视频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